這是我大概把他區分成五個重要的函數來說明 但是我會依照這個重要性 還有比例呢 可能不見得完全就是每個都會講到啦 我會挑一些重點 然後主要是用那個實際上的範例 來遇到問題解決問題 那解決的問題方式 大部分就是先用Excel的函數 產生公式 試試看 再來如果比較複雜的 可能就用VBA 所以後面其實我們還會延伸到VBA的部分 那因為有蠻多同學完全沒寫過VBA 可能也對於VBA完全是陌生的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有AI嘛 至少你有個輔助 如果剛開始不太會寫 至少你會複製貼上 然後會知道怎麼執行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就夠了啦 表示說你也會 雖然說你不見得是自己寫的 但是至少你有辦法可以產生層次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讓我們課程進入 大概原則上這樣的規劃 那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啦 就是用Charge EV輔助 產生那個函數的部分跟VBA 那後面其實還會講到 在Excel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果假設有些程式 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也可以錄製 那再來的話呢 在Excel裡面很重要的 像什麼樞紐分析表 還有像畫一些圖報表的時候 繪圖 我們都會陸續再把它加進來 大概這個我是 不過因為我列的內容 其實相當的多 那我會試我們的同學的 整個吸收狀況 我會做一些動態調整 可能如果大家覺得太多 那我也許把它稍微再縮小一點 縮小範圍 然後目標的話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至少熟悉 這些功能 並且能夠增加職場升遷和轉職的籌碼 就是讓你的效率提高的話 至少你也就不用一直不斷的加班 那至少工作也比較愜意 因為有很多同學其實上班事情都做完了 反正做完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反正可以有一個選擇權 如果你假設事情都永遠做不完 你就會慢慢發現 哇這個就會覺得很累 然後再來的話 關於我 其實我會來開這樣的課程 最早是因為在網路上我有大量的分享 因為我寫部落格已經寫了20幾年吧 所以最早都是從網路上找到我 然後來邀請我來開這樣的課程 那我在網路上除了部落格之外 我有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YouTube頻道目前有好幾個啦 主要的那一個訂閱人數不算太多啦 那目前差不多接近四萬左右啦 OK 那因為我不是網紅 OK 我只是把影片放上去而已 就有四萬的 那我是覺得還蠻多的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這個是我的簡歷啦 所以最早其實 常常同學說我怎麼會來這邊去教課啦 其實我也很意外 有的時候其實為什麼會到某個地方 其實都是因為我分享的東西 那要找我那我就去了 OK 然後 比較早之前是有這個實際上的創業經驗 然後我把我所有的十八般武藝通通用上 我覺得這很好 然後 後來慢慢的退居二線 所以比較是擔任顧問型跟受課的這些工作 那這個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我也不把它當工作啦 我覺得當成自己嫌來 可以把一些自己的經驗分享 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拿了一些獎項 我覺得也是這樣錦上添花 那我閒來沒事 之前也覺得應該要體驗自己的專業 所以我也考了一堆證照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嘛 從網路的時代 什麼跟網路有關的都考 反正只要有的我都考了 我大概考了三十幾張吧 那你說考這要幹嘛 就考嘛 OK 不然呢 有些總要學習吧 人總要不斷地精進吧 不然感覺好像落後了 有時候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知道就覺得好像感覺 跟不上的感覺啦 所以就時時就會覺得好像應該要多加一點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最早我上這個課的時候 我推薦大家去像這種書籍 不過呢 如果以這種書籍 現在我可能覺得他已經不夠了 為什麼 因為他應該要加上Trilgbt 或者加上AI 因為以前我發現他的解答 都是作者自己把它想出來的 但是是不是好 不知道 我是覺得很多不太好 所以我用他的範例 有的時候我乾脆用自己的方式解 我覺得解得比他更簡單 更精要 可是有AI之後我發現 根本連解都不用自己想啦 你就丟給AI 他幫你答案就出來了嘛 OK 所以呢 這個可能 但目前我好像還沒有看到 有類似的書籍 有啦 但是好像寫的都不是很好 是不是可以自己 因為之前有蠻多書商找我寫書的 但是我可能都太懶了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寫一個類似像 用AI產生 公式的這種相關書籍 應該會滿受歡迎的吧 我覺得 對齁 另外的話VBA也是一樣 因為像以前推薦同學看VBA書 很多同學看完之後 馬上就搖頭 老師這個我看不懂 OK 而且甚至有些同學買了之後 最後 乾脆直接拿來 然後說老師這本送給你好了 我應該不會看了 OK 我就接受了 OK 我說好啦 不知道這樣好了 回去我幫你看完 我再教你好了 所以後來大部分都是做這些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看很快 我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你們看 真的會看不懂 OK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寫給 已經會的人看 那你寫給已經會的人看 那幹嘛買這個書啊 一定是不會的人才會買這個書吧 OK 所以他其實寫的我覺得太難了一點 但是我會覺得現在這個時代又不一樣 因為有AI 其實說真的寫法其實可以改變 也就是說以前的填壓式的 要你去記很多東西的這種寫法 其實應該可以改成用AI取代 那後面我會有一些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怎麼利用AI幫你產生VBA 那你需要學的其實不用從頭慢慢看一堆程式 不用 你只要記得AI產生給你的程式 你應該貼到哪裡 然後如何執行 執行結果對不對 錯了怎麼改 大概這樣子比較重要 你不用說從頭 你要自己慢慢在那邊自己一行行程式打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放棄了 所以學程式如果換在AI時代 應該可以比較算是輕鬆一點吧 而且學習的重點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像現在教育部108課綱 可能要改了 應該改114課綱應該要把AI放進來了 只是說如果有AI的時代 那將來教育的方式也一定要不一樣 因為有AI就像有網路的時代 跟以前沒有網路的時代又不一樣 對不對 OK 那怎麼改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思考 因為我說真的很多東西 我頂多比各位可能提早 也沒提早很久了 就是比你們提早個一年頂多吧 OK 所以我盡可能把我經驗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針對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 如果我要把這個問題丟給AI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敘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怎麼樣讓AI知道你的問題 所以我的寫法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第一個敘述一定是請幫我寫一個 Excel的這個公式 OK 跟他講說你的需求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告訴他哪個儲存格位置 比如說我的資料在哪個儲存格 在B3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的需求是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就是每一百筆幫我產生一個信號 不用跟他講說輸出到C3 因為將來你公式貼上就OK了 所以我已經寫好的一個大概的公式 我是把它放在講義裡面 那你們可以從雲端講義裡面 剛剛提到的這邊有沒有 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檔案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這一個 然後我有把我的問題先丟一遍 當然這邊底下已經有個結果了 問題是 大概我的想法 比較簡單的跟他敘述一下 請幫我撰寫Excel的公式 他大概就知道一下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將B4 這邊是B3 那可以改一下 所以你在把問題丟給他的時候 我一般會這樣 把那個瀏覽器稍微縮小一下 就是浮動在上面一下 這樣浮在上面 就是你要問問題說 這樣移到這邊來 請幫我把B3 這個B3儲存格 這個B3才對 這個應該改B3 B3儲存格的銷售量 這個是銷售量 跟他講一下 158就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跟他講一下 這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然後呢 後面的敘述就是 你的需求是每100筆有沒有 這個輸出一顆心 那你不用寫那麼瑣碎 你就把這個問題 直接把它輸入到哪裡呢 直接輸入到這個 ChargeBT上面 當然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對話 這邊有個新的交談有沒有 按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把問題 把它直接貼到這邊 好 試試看好了 其實我也不確定說 他有沒有那麼聰明 其實說真的 你即便問一個很突然 老師也不見得說 可以幫你把B3 寫出來 但是我看一下 ChargeBT有沒有很厲害 他說當然可以 有沒有 還很 而且他底下 就馬上把公式寫出來之後 他還沒有很隨便 他還跟你講說 這個公式的解釋如下 有沒有 他還跟你講說 REPT星號 然後後面 REPT這個函數 是用來重複一個 致串指定的次數 哇 好清楚 然後這裡用這個INT 是指的是星號的數量 這個INT他有沒有解釋 INT其實是 有啦 他說是取整數部分 也就是說原來 158除以100應該是1.58 可是沒有那個1.58顆星的 所以他加了INT 意思就是說我取整數部分 所以1.58的整數就是1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1顆星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1顆星 他其實應該都對啦 OK 然後底下的話就解釋完了 有那麼厲害嗎 接下來你只要揮一個動作 有沒有看到 複製乘4碼 按一下 這樣子 以複製 應該會吧 這個我不用多做解釋啦 OK 應該按一下吧 這個應該很簡單 然後再來很簡單 貼上應該會吧 直接在這邊怎麼樣 這邊或者這邊都可以啦 我習慣在上面叫資料編輯頁 把它按右鍵貼上 或者是Ctrl V也可以啦 貼上 貼上怎麼沒有 有啦 有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換行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底下的換行 把它back一下 這樣就有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入看看 如果得到的結果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一顆星嘛 不過啦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向下填滿 答案對不對 對不對 對耶 哇 所以我說很多老師沒 可能沒課教了 直接就有了嘛 對不對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好 這個比較簡單啦 所以說真的 這個是 我剛剛舉的三個問題裡面 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只有用REPT啦 OK 不過INT其實不用也沒關係啦 好 第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理論上 他得到的好像說明好像每次都差不多 我看我的截圖 我看一下 因為我之前也有做過一次確認一下 所以我有把那個圖給把它輸出 但是我那個時候好像用C4 OK 因為我之前的位置好像有變動 OK 那其實好像大同小異啦 OK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試玩看看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問題 判斷什麼呢 身分證字號這一題 比如剛剛講 就是這邊喔 那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邊的問題丟給它的話 其實敘述的方法差不多 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問題切過來 然後游標先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的敘述方法差不多了 請幫我寫一個公式 那我的身分證字號在哪個儲存格呢 在這個儲存格 叫B12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希望做什麼呢 幫我取得第二碼 然後並且判斷它是1的話 請你幫我輸出男 如果是2的話呢 請你幫我輸出女 那不用跟他講說要輸出到哪一個 因為將來我公式貼 就是貼在那個位置 所以你不用跟他講說 來輸出到C12 不用 直接就是輸出男或女 所以一樣的 其實我是習慣是這樣 如果這個剛剛的問題 假如不想要保留的話 其實我可以 或者是直接 拿這個來複製算了 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底下來改 有沒有 那改的話都一樣嘛 請幫我把什麼 B12儲存格的身分證字號 甚至把身分證字號貼過來給他參考 然後呢 後面敘述一下 如果第二個字是1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那我已經把那個問題 一樣是放在 那個雲端白板的這個地方 我將會跟你講說第幾頁 有沒有 這邊有第三頁有沒有 所以你往下捲動 這邊就有剛剛的那個問題 我已經先打好了 因為上課如果要打那麼多字 都會浪費時間 所以我乾脆把它直接放在第三頁啦 如果你們等下懶得打的話 是可以複製啦 不過我建議你還是打打看 那我先拿這個Ctrl C 一下 有沒有 就是這個簡單敘述 不見得一定要這麼死板板的啦 你也可以用很口語的 反正我是印象中 那個ChartGP其實還滿聰明的 取得第二碼 這個我發現 你用打第二碼跟數字 它好像都能夠判斷 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把這一段拿來直接怎麼樣 放到剛剛的ChartGP上面 OK 試試看好了 看有那麼厲害 如果連這個也都對的話 說真的 以後就是直接把它公式產生 這其實還滿…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工作 就簡單太多了 我發現很多人卡都卡在弄半天 還是一直出錯 那如果你會敘述把問題沒有很複雜 其實固定模式 這個都一樣有沒有 後面的話只要你儲存格 我一直跟它講 內容給它一下 最好是說你… 當然如果你要讓它確保精確 最好是範例 例如什麼… 你可以再加一下 它得到的會更正確 但是如果不給它也是正確 那你就不用寫 它如果出錯的話 你可以再跟它提示 可能多問個幾次 也許它會得到比較相對正確的結果 所以執行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有沒有 取得第二碼 判斷性別 若一則為男 反之為女 OK 如果你要更正確 我是建議你甚至 如果你擔心它不懂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前後加一個雙引號 確保說 讓它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keyword 這樣它會更聰明一點點 好 執行一下 看一下 當然又可以了 它其實… 好 而且它還跟你解釋 所以你不懂的話 你看 這很貼心 OK 最後的話 一樣的方式 複製程式 有沒有 然後呢 接下來的動作一樣 所以老實生 你需要會… 你要學的是什麼 你要敘述 然後你要執行 你要複製 然後懂得貼過來 貼的話一樣 我習慣是貼到上面 把它貼上 它又不見了 這邊可以打開來 它又跳到下面 所以這個算是它的bug嗎 所以如果你假設 我建議乾脆你 你如果怕說 像剛剛那個問題 你乾脆不要從這邊複製 你乾脆直接從這邊掃算 這樣的話 就比較不會像複製的時候 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 這邊貼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那個問題了 這樣好像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 OK 執行一下 難嗎 難嗎 對 那向下填滿 對嗎 該不會都對吧 真的很厲害 OK 其實我們沒有作弊 我沒有說 俏製我們先say一下 等一下我要上課 你一定要給我正確 不要給我出一些狀況 這樣我下不了台 這樣以後你就賣不出去了 沒有 完全沒有 OK 另外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另外一個平台 GM9 有沒有 GM9你可以提示一下 這邊有一個新的對話 你可以 或者直接在這邊 直接把剛剛問題貼上好了 好吧 你們玩玩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對